掌聲加尖叫 Ryota片山兩泰 恭喜片山兩泰 然後這個獎 是我人生完全沒有想過 有這樣的一天 如果當時我選擇放棄的話 有可能當天拿獎的人就不是我 我是Ryota片山兩泰 我是一名創作歌手 然後我是在日本出生 我是個熱馬紅雪兒 新音樂開始 我會從CassetPlayer開始說起吧 當時我有一家Walkman 我很喜歡collect cassette 那時候我很喜歡謝霆鋒 然後當時我覺得他跟很多歌手 來得很不一樣 當他每次做新專輯的時候 我都會去買 最後也是因為他的影響下 我就很喜歡吉他 我就會開始一直吵我奶奶 說奶奶可以買我一把吉他嗎 自從有吉他之後 我每天放學之後 然後我都 一回到家就是彈吉他 唱歌 在阿妹當創作人之前 我是在澳洲生活了一段時間 然後那時候我是和我母親 在一個小地方住在一起 叫Hilaris 我在那裡也找到了一份工作 是在巧克力店裡面工作 And basically我做的東西是all round的 Kitchen hand dishwasher 就全部做到晚 就在幾次洗碗的時候 都會經常疑問自己 明明就喜歡唱歌 然後喜歡創作 那為什麼要洗碗 然後當時候的心情就很複雜 然後很討厭自己 所以當初就like make a promises 當我存夠錢之後 我一定要來離開這裡 回來馬來西亞 然後找份有關於音樂的工作 我想 我前幾個月回來的時候 我都ok 蠻穩的 蠻stable 就去了很多很多的interview But我就覺得不太適合當時候 最後朋友就介紹我來做房地產 I just go ahead and try Because那時候就覺得 like 除了音樂之外 I was like don't know anything at all 其實也是現實heating 現實heating我 我覺得足球夢想的時候 不可以只是like Oh I just want to do music 它一定要是一個 equo在情情方面 或在support方面 在opportunity方面 它一定是要link together 當時候很confused like Should I continue follow my dream or you know I'm kind of stuck 那時候我可以講回吧 我寫了一個作品 就叫陶陶 是在我要轉行的時候寫的一首歌 就因為那首歌 寫完了之後就完全覺得 like I'm actually really like music and I want to follow my dream so yeah that's how it happens 寫歌對我來說是一種解壓 還有可以抒發我自己情緒的一個管道 因為我從小的時候 我自己就是特別的內向 很多時候 然後我會把東西藏著 然後滿起來 and自己也特別特別敏感 所以很多靈感是來自在不同的地方成長 如果是我的話我覺得我和一般人很一樣 我覺得是因為在幾年前的時候 我已經找到我自己喜歡生活的模式 就是做音樂 and 跟很好很好的朋友出來聊天 替足球看電影 有可能對很多人來說是很悶吧 因為我同時講我自己很悶 不過我覺得還好啊 所以每次去表演前都是講笑話 收他那個情緒一下嗎 其實從常不講話 有可能現在有鏡頭吧 都不講話了 好 然後 過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 我拿到了最佳作曲 最佳編曲的時候 讓我回想到當天那一天 那一天其實我很激動 非常非常激動 因為 它真是驚喜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 在我自己房间的时候 那时候情绪更激动 因为就开始掉眼泪 想起来 how crazy it is 我看我以前 从小到大的整个过程 每个决定 如果当时我选择放弃的话 有可能当天拿奖的人就不是我 I can't think of any better way to receive the award 然后这个奖 是我人生完全没有想过 有这样的一天 这个奖 给我大家的鼓励很大 然后给我的压力也很大 是健康的压力来的 我暂时想不到自己要干嘛 不过我一直都在尝试 我可以继续地在音乐这方面走下去 然后希望可以做出好的作品